这只笨狗从出生就抢不到奶吃 爷爷说他指定活不过三天 还好奶奶于心不忍 拿起奶瓶细心照料 他才慢慢长大 长大后的狗狗依然很笨 渴了抢不到水喝 饿了也总慢半拍 等他赶到时 食物早被吃得一干二净 身边的兄弟姐妹都十分健壮 纷纷被人抱走 唯独笨拙的他瘦瘦的没有人养 奶奶只好留下自己养 因此 他也幸运地留到了狗妈妈身边 好景不长 这天他在田间玩耍时 突然出现一只大狗向他攻击 护子亲切的狗妈妈 拼命地保护身后的孩子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打斗声传到了田里 等爷爷放下农活赶来时 发现狗妈妈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早已断气 此后 爷爷怕狗狗再受欺负 就时刻把他带在身边 在爷爷的陪伴下 他也适应了没有妈妈的日子 狗狗很懂事 在田里 他会卖力地帮主人跑腿 也会主动地帮主人分担劳苦 他很喜欢奶奶抚摸他的头 也很喜欢爷爷手中的火腿肠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 这天晚上 奶奶去世了 爷爷伤心地抚摸着狗狗 欲言又止 四日一早 儿子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准备把爷爷送进养老院 那里不能养狗 爷爷悲伤又无奈的泪水 落到了狗狗脸上 狗狗懂事地舔着爷爷的泪水 恳求他不要走 但爷爷还是上了车 狗狗慌了来回不停地叫着 拼命地想要挣脱了铁链 朝爷爷离去的方向追去 可突如意来的一场大雨 淹没了爷爷的气味 狗狗彻底失去了方向 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寻找 在流浪了几天后 他只能无奈地回家 但刚到门口 却突然发现家里有陌生人闯入 正不停地往外搬东西 原来这里被儿子卖掉了 狗狗冲上去想阻止工人 因为这里是他和爷爷奶奶最后的婚姻 工人直接抄起铲子 狠狠地教训狗狗 他强忍疼痛不敢逗留 只好委屈地离去了 他知道自己已无家可归了 彻底成了一只流浪狗 无依无靠的狗狗又遇到了暴雨 在别人屋檐下躲雨的他 受尽了人类和家狗的白眼 他好想家 好想主人 狗狗不管走到哪里 都不太受欢迎 一路上被各种追打驱赶 曾经他认为最亲近的人类 变成了最可怕的存在 他不再信任人类 曾经与主人的美好回忆 也被他封存在心底 这天他意外碰见了只帅气的公狗 就这样他们相爱了 不久后还生下三只可爱的小幼崽 但不幸的是 意外发现了一窝可爱的小幼崽 当男人想要抓走小狗时 狗妈妈冲了过来 奋不顾身地挡在前面 面对未知的危险 他选择义无反顾地保护孩子 用行动诠释了母爱的伟大 但依然无法改变弱小的命运 倒在了麻醉枪下 狗狗和三只幼崽还是被抓上了车 好在抓走他们的人不是狗肉店的 而是动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这里收容了几百只流浪狗 但每只狗能活七天 如果在此期间无人认领 为节省开支 狗狗就会被推进机器中 按照规定执行安乐死 他们被关进铁笼里 在兽医给幼崽检查身体状况时 狗妈妈听到了动静 麻药的时间明明还没过 但她却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为了保护孩子 狗妈妈竟然靠意志力站了起来 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 他们没见过母性本能这么强的狗狗 是啊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狗狗也不例外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 狗妈妈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天 这个男人的女儿来到了收容所 看见凶狠的狗妈妈不但不害怕 还被她拼命保护孩子的模样所打动 这让她想起自己的母亲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出的车祸 女儿气不成声 哭着祈求父亲把狗妈妈一家救下来 看着女儿的模样 男人不忍拒绝 点头答应了下来 但按照收容所的明文规定 狗狗被领养的条件 就是确保他不会咬人 显然狗妈妈不符合这个条件 于是男人尝试和他拉近关系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场寒流的清晰导致气温骤降 仅过了一个晚上 其中一只狗宝宝就被冻死了 男人刚想将他拿出来埋葬 却遭到狗妈妈的阻拦 男人只好拿起扫把 想将狗宝宝扒出来 结果狗妈妈死死咬住扫把头 不让男人碰他的孩子 甚至还将死去的孩子叼在嘴里 以此来保护他 男人被这一幕深深打动了 他再次下定决心要救狗宫 于是冒着被开除的风险 私自将狗妈妈一家的处决时间延长了 并恳求同事不要说出去 男人还搬来扶梯 将一条厚厚的毯子送进笼子 在同事的帮助下 盖在了狗宝宝身上 几天后 男人终于在狗妈妈身边 拿出来了去世的幼崽 并且进行了埋葬 此时 女兽医打来电话 说已经找到愿意领养狗妈妈的人 男人开心后的担忧涌上心头 毕竟狗妈妈现在没有被领养的资格 男人把狗子送进火葬炉 按下结束生命的按钮 每次做完这些 他就会来到坟墓前祷告 其实男人是爱狗人士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收容所里明文规定 超过七天无人认领的狗狗必须安乐死 男人虽然很痛心 却没办法 这次男人遇到了狗妈妈一家 在女儿的恳求下决定救下他们 这只备受摧残的狗狗 对人类怀有很大敌意 但要想救下狗狗 必须确保他不会咬人 男人用纸板将笼子围了起来 只为让狗狗多一份安全感 为拉近和他的距离 男人直接搬来这里居住 日夜都可以陪着狗狗 增加他们之间的信任 男人和狗妈妈说了很多心里话 随后咬下一节火腿肠 扔在了他面前 但狗妈妈没有吃 而是盯了整整一夜 直到天亮了才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用鼻子闻了闻 熟悉的味道让他想起了 爷爷曾经喂他的火腿肠 于是便开心地吃了起来 慢慢的狗狗也习惯了男人的陪伴 甚至连进来放狗粮也不再防备 可男人还是高估了跟狗狗的关系 这天早上 一只幼崽爬出了狗窝 好心的男人想要把他抱回去 可下一秒 狗子竟冲过来 死死地咬住了男人的胳膊 男人强忍疼痛没有反抗 反而耐心地向狗妈妈道歉 因为他想让他知道自己没有乐意 等狗狗自己松口后 男人捂着手臂走了 他发现狗妈妈咬他的时候一直在犹豫 看他的眼神也不再凶狠了 很明显 男人就要成功了 不料 对狗狗的照顾却引来了上司的不满 领导觉得男人不应该在狗狗身上花那么多时间 并下令立即处理掉狗狗 任凭男人如何恳求都无济于事 他崩溃了 自己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却仍然逃不过这样的结局 伤心的男人调食着安乐死的机器 随后走进笼子里 看着就要死去的狗妈妈 心酸涌上心头 男人蹲下身向他不停地道歉 暴躁的狗妈妈此时却突然变得温柔起来 他似乎感受到了男人的悲伤 虽然男人强忍着不让自己落泪 但眼泪还是滴在了地上 狗妈妈看着地上的泪水 猛然想起了曾经的主人 那个温柔善良的爷爷 当男人的泪水洒在狗狗脸庞时 狗狗激压已久的怨恨终于被化解 他轻轻舔向男人手心 主动向他示好 男人顿时泪如雨下 他终于成功了 狗狗不用再被处决 男人激动地抱着狗狗说 我们回家吧 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他们也许不能陪伴你一生 但却会用一生来陪伴你